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们看到网上流传了很多的视频跟图片 很多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纷纷逃回祖国 但是当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之后 发现他们遭受的待遇 跟他们在网上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他们每天刷微博 刷微信 看公众号 看抖音 认为祖国现在特别的好 特别的人性化 疫情控制得也非常好 而他们在祖国的家人们 也认为外国水深火热 还是我们国内最好 还是赶紧回来吧 这些留学生就回到了祖国 我们看到网上一个视频 就是在上海浦东 回到国内之后 一个小女孩被隔离了 她被隔离了两天都获得不了健康的饮水 而且她朋友给她买了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也被拦住了 不能交给她 然后她要求她拿到这些 朋友给她买的这些吃的 要求获得干净的水 但是被拒绝 而且还被这些特警教育一通 甚至威胁说 她要再提这种要求 说什么她没有人权的话 就把她带走强制进行隔离 这个女孩可能在国外呆惯了 享受很长时间那种海外的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 回到祖国来 被这样的待遇她可能接受不了 但是这种落差 我觉得她必须要接受 因为这是你的祖国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说她们待遇稍微差点 或者她们有一些抱怨的话 还能忍 但为什么对于外国国籍的那些人 待遇就不一样了 比如有一个海外归国的人 在西安被隔离了 她说她被隔离的地方是一个破宾馆 晚上特别冷 盖两层被子不管用 但是那些外籍人员 可以住五星级酒店 而且费用还更低 她说外籍人员230块钱住五星 我们420块钱住这种住宿环境 真的太难受 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 而且她说 转运过程 五人面对面挤在一辆 贴着救护标的小货车里 我反映了对交叉感染的担忧 得到的回答是 不知道 这是政府的安排 你想咋地 房间各种设施损坏 无暖气 无空调 WiFi只能用电脑 验塔区安排的金沙国际酒店 每天230块钱 给所有外国籍入住 包括换了护照的华人 我们觉得被区别对待了 并且价格不合理 14天收取了5880元 我看到他们的这些说法 就觉得他们对自身的境遇 和自身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的位置 是认识不清的 很多人都讲到了这个话题 讲到了这些留学生 小粉红回到国内之后 各种的抱怨 各种的觉得自己 人权受到了侵害 对吧 大家都是一种调侃的形式 来看这些事情 但是它背后的一个逻辑 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中国 就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它的这个极权的本质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想这期节目 来跟大家聊的 这种区别对待 是非常好理解的 因为他们这些中国人 中国公民都是韭菜 在政府的眼里边 你们什么都不算 因为我不需要去 关照你 照顾你 但是那些有外国国籍的人 他要好点对待 因为这些人是有靠山的 就是那个外国政府 中国政府对于外国政府来说 他还是稍微忌惮一点 或者说稍微给点面子的 但是对自己国家的老百姓 是不需要给面子的 因为你没有任何权利 去跟他去平起平坐 在政府的眼里 你们全部都是韭菜 你们有选票吗 而且你们有选票 你敢不交税吗 美国人在1750年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 无代表不纳税 我没有在政府里面有代表 我就不交这个税 我们为什么要付出这样的义务 但是我们却得不到权利 义务跟权利应该是对等的 这个在18世纪就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了 就成为一个国家的根基了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 你敢不纳税吗 对吧 你敢要求有民主选举吗 你又得被迫纳税 供养着这个政府和这个政党 然后你没有任何的权利 没有任何的民主权利跟选票 那你不是韭菜又是什么呢 我曾经讲过 所有的权利都是争取来的 而且是用生命争取来的 美国人曾经打了那场独立战争 才有了他后来的权利 才有了他的地位 普通人的地位 大家看当年的美国的军队 不都是民兵吗 什么是民兵 就是老百姓 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他们拿起枪 奋勇的反抗 获得了自己的权利 被政府当做公民来看待 当做一个人来看待 最后这个政府就变成了公仆 对不对 这时候政府才是真正的公仆 而在中国你有没有抗争呢 所以说中国政府 对待自己老百姓 和对待外国公民 它的这个之间的差距 外国人在中国 有这种超公民待遇 这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这非常符合 一个专制体制 它的一个生存逻辑 因为它更注重这个党 或者这个集权政府 它的生存 因为它知道 它的生存是需要钱的 而钱哪来呢 需要外资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 来赚取外汇 这是它的生命线 所以他们要照顾好外国的政府 以及在这些外国拥有投票权力的外国公民 相对来说 本国的公民反而没什么地位了 你认杀认寡 无所谓 反正都是韭菜 可以去蒙骗 可以去欺压 可以去剥削 因为他们也不敢反抗 这又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能够高人一等的原因 并不是说 它在的那个国家 比中国更强大 不是这样子 而是在中国政府本身 政府的眼里头 这些外国人就比本国的公民高人一等 这是非常符合专制政府的一个逻辑的 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说句不好听的 对于这么一个韭菜来讲 政府能够让你还活着 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赐了 这在中国就是这样子 很明显 别说把你隔离在一个破宾馆里头 就是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你能怎么做呢 你的父母能去上访吗 上访也一样给你解访 一样给你抓回来 你找媒体管用吗 媒体都是党媒 党不让报道 这些媒体也不敢报道 对不对 最后你的父母如果去上访的话 还可能成为下一个不稳定因素 同样让你消失 这个极权政府是有巨大的权力 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 民主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在中国就随时随地可以发生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你面对的是一个极权政府 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在西方 你面对的是一个人民选出的政府 它随时会倒台 随时会更替 而且还有司法的钳制跟制约 还有国会立法机构的制约 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 它这个政府的公权力 不可能为所欲为 不可能随意地去侵犯个人的权利 其实只有一种人是真正适合回国的 就是他是在中国拥有特权的那些阶层的子女 他们回去不可能跟这些韭菜们一起住这种破冰馆 对吧 他们比如家里都是市委书记的孩子 或者是县委书记的孩子 或者是中央的领导人的子女 他们就在回国也有专车伺候 也有特供的饮料和矿泉水 不会像那个女生一样 连个矿泉水都得不到 还被特警威胁 如果你不是特权阶层的子女 你不是那个权贵阶层 你回国就等于把自己又变成了韭菜 你在国外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身份 你可能比如说在西方国家 你是一个留学生 虽然你在那个国家没有什么政治权利 但是别人对待你 可能还有点人道主义的性质 但是你回了中国之后 你既没有政治权利 连人道主义 连个人的人权可能都得不到 这期的公子时评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